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市井移民留学大讲堂 我是加拿大移民局法律法律顾问市井寺,加拿大21年的老移民 在上期的讲座里面,我给大家介绍了一些加拿大阿尔格拉省的审提名项目 其中包括了两类技术类移民的项目 一个是AOS,就是加拿大阿尔格拉省的机遇类 还有一种是AEE,就是阿尔格拉省的快速通道类 这两个项目都非常有特点 特别是AOS,是针对雇主担保类申请人做申请的 AEE通常来说是在AEE系统,已经入AEE系统的申请人来做申请的 这个项目不需要主动递交申请 它是对异项申请人进行主动筛选的 那么一般来说呢,我们如果要想做阿尔格拉省的雇主担保类的项目 一般都是通过这两类项目进行申请的 在介绍完AEE项目之后呢 在今年近期,阿尔格拉省的审提名也推出了一个非常有特点的项目 叫什么项目呢,大家可以跟我来看一下 这个项目在阿尔格拉省的审提名官网里面都有一个重点介绍 叫Accelerated Tech Pathway 这个类别的项目呢 有点有点像BC Tech 就是对科技类人员 它不光光是科技类啊 它有个职业清单的 其实包括的种类还是挺宽泛的 但是它叫Accelerated Tech Pathway 那这个项目来进行申请 它的速度生理周期会更快的 那这个项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 我今天就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跟我一起打开这个网站的链接 我们一起往下拉在这里面就可以看到阿尔格拉省 所有的这个审提名项目 Program Streams Stream for Workers里面包括了AE AOS AE 也就是Accelerated Tech Pathway 是在这个AE下面的 那如果我们直接点它来去看 这就是很多审提名项目啊 在设计这个项目流程上不清晰的一个地方 东一块西一块的啊 在这里就直接叫你把你的一个个人信息往里面填 如果你要看这个项目的一些介绍啊 在这里是不明所以的 所以这就是容易让大家丢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具体要在哪里看呢 其实我们要点开它叫Eligibility Requirements 它其实藏在这个阿尔格拉省的AE项目底下 叫阿尔格拉Express Entry Stream Eligibility底下 那在哪里呢 跟着我一起往下拉啊 它是在另外一个板块啊 在这个AE的项目的一个紫板块里面啊 这就是给大家点出来容易让人走失的一些地方啊 那我们来具体看看这个项目的需求在哪里 首先呢第一点呢 它需要你完成一个Accelerated Tech Pathway的Form 这一点呢我和大家说啊 你要了解这个项目的话 先不急着弄这一点 弄弄填这个表格 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个项目的申请要点是什么呢 第一个申请要点呢 既然它是属于这个AE项目底下的 它的第一个要点是什么 你必须要有一个什么啊 Active Express Entry Profile In the Federal Express Entry Pool 就是说你必须要在这个联邦意义系统里面啊 有你一个有效的一个意义 一个建档档案 并且你要有最低分是多少啊 Comprehensive Ranking System Score of 300 至少有一个300分的一个打分 在这个系统里面 至少有个300分的打分 那这一点我在之前给大家介绍AEE项目里面 这是普遍涵盖的啊 如果你要想获得AEE项目的筛选的话 你至少要有个300分的一个打分 啊 这个300分还是比较容易获得的啊 如果你连300分都打不到加拿大的 这个无辜主担保的技术移民 我劝你就不用考虑了啊 那第二点呢 是什么呢 说得很清楚 You are working full time in Alberta 啊 你现在在Alberta全职工作 或者是have a job offer for full time employment based in Alberta 是什么意思呢 你现在在Alberta省里面有个全职的工作 那从这两句话 我们可以给这个项目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定性啊 各位朋友们 什么样的定性 这个定性就是 这个项目是属于雇主担保类的项目 所以介绍到这里 大家可能就清楚点了 Alberta省对技术类移民的申请项目 现在我已经介绍有三个了啊 两个半吧 第一个是AOS 完全需要雇主担保 而且你人还必须要在加拿大 Alberta省目前处于一个工作状态 第二点呢 就是AEE 但AEE你可以给予你的一个job offer 就可以来做了 那在这一个两个半 这里面一个AEE下面一个词通道呢 就是accelerated tech pathway 这是他把它一列一个职业清单里面的人 作为一个特殊处理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项目距离 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要求 和岗位清单是什么样子的 在这里呢 如果你要满足这个条件的话呢 你的occupation 你的从事的岗位 必须要在这 List of eligible accelerated tech pathway occupations 我们把这个打开 带大家来看一下啊 打开了以后 我们就在这里面呢 看了一系列的一个工作岗位 我们来大概看看 这些工作岗位都包括什么 这些工作岗位都包括脑蛟吧 到内 מש nadzieifen